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这是他的读者来信呢 像雪花一样的从全国各地飞来 看着这些信件 玉罗克对自己说 被他们死值了 那后来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是这样 在1967年4月呢 中共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叫契本宇 宣布了一个结论 说出身论是反党的大毒草 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 挑动身份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说得挺严重啊 是啊 这之后呢 当局开始监控玉罗克的生活 这下玉罗克的处境危险了 确实是 当时有朋友劝玉罗克 向共产党认个错 他认错了吗 没有 结果 玉罗克说 我不能背弃自己的信念 我的小市民家庭算得了什么 我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 即使为此而进了监狱 若干年后 也总会有人回忆起 在那样危险的暴风雨的岁月里 他发出了维护真理的勇敢的声音 他真是很有勇气耶 亲爱的听众朋友 柔物百家正在为您讲述 出身论殉道者 玉罗克的故事 在968年1月5号的早上 玉罗克像往常一样 带着饭盒 去北京人民机械厂上班 结果刚一进场 就被警察带走了 从此 玉罗克再也没有回来过 那他们把他带到哪里去了呢 他在被捕以后呢 被关押在了北京半步桥的看守所 这期间呢 他被提审了八十多次 有时中共对他搞疲劳战术 不分日夜的审问 连续几天不让他合眼 而且看到他一打盹 就用锥子扎他 落到中共的手里 可是件恐怖的事啊 就是 在被提审的过程中 玉罗克没有检举过一个人 他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有罪 更不说违背良心的话 后来他听说弟弟也被关进了监狱 就把一切责任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 他在1966年8月26号的日记里写道 我想 假如我挨斗 我一定记住两件事 一 死不敌头 二 开始坚强 最后还坚强 他能扛得住吗 嗯 他真扛得住 玉罗克明确的对预审员说 我对无限崇拜 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有不同看法 我认为 各种理论都不是绝对的 是发展的 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认为占时间太多了 他还是天使说真话 就是 有一次审讯人员恐吓他说 玉罗克 你顽固透顶 你的下场可想而知 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后果 说完这话呢 审讯人员和记录人员都出去了 屋里只剩了玉罗克一个人 五分钟以后 呼啦一下涌进了十几个人 他们围着玉罗克坐了一圈 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审讯员问 玉罗克 你考虑好了没有 没想到 玉罗克平静地说了一句 请带话让我家里送一只牙膏来 这句话一说 把主审官气得当时说不出话来了 成这么像电影里 斗智斗勇的场景啊 是 虽然听着这种斗智斗勇 有喜剧色彩 不过玉罗克面临的是极其残忍的迫害 他的妹妹玉罗瑾 在回忆我的哥哥玉罗克里写道 哥哥被关在腐臭阴暗的活棺材里 一米宽 两米长 双层铁条门 下面有一个塞饭的小口 没有棉被 没有一切洗漱用具 夏天 文银叮咬 狮子跳蚤变身 三十斤重的镣铐 更添了这些小吸血鬼们的狂妄和自由 严冬 没有火炉 寒风无遮拦地从铁门条吹入 浑身冻得麻木生疼 一尖尖的死囚牢 关着带死的人 有的人疯了 吼叫声 求饶声 使人毛骨悚然 足以使正常的人发疯 何况还伴随着肉体的摧残 在两三个月中 哥哥和一些政治犯 天天被拉到各大长效机关去挨斗 他们的嘴唇虽然被封闭着 但是哥哥每次都用他那单薄无力 久以虚弱不堪的身体 死命地向上争 绝不肯低头 压着他的彪形大汉 踢他 打他 台下的群众 催他 骂他 手腕脚踝全破了 镣铐无情地蹭磨着鲜血淋漓 无法愈合的伤口 每天批斗回来 血迹斑斑 浑身轻肿 活人像死人一样被拖进牢房 那滋味 不比死更难受吗 而哥哥是怎样惊人地 在死神和魔鬼们面前 昂着他那不屈的头啊 他全身浮肿了 忍受着疾病和酷静的折磨 忍受着行后的疮痛 忍受着精神上的种种刺激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免的寒冬长夜 他的意志好坚强啊 确实是 曾经和玉罗克关在一起的张狼狼回忆 1970年的一天 戴着手铐脚镣的张狼狼 被关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 他们刚进去 就听见走廊另一头 有个人喊报告 报告管理员 我要见军代表 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因为我有重大问题要细细交代 怎么不提审我 那我怎么交代啊 这谁在喊呀 这就是玉罗克 他为什么这样喊呢 他用这种办法来提醒新来的人 关押你们的是死刑号 要大家在精神上做点准备 同时呢 他也是告诉大家 说自己有问题要细细交代 这是一种延缓生命的办法 哦 张狼狼两年前呢 就曾经和玉罗克关押在一起 其实张狼狼呢 是在延安出生的干部子弟 当初他也曾经是血统论的捍卫者 可是就是因为发了江青的牢骚 而被定为反动组织的黑后台 这样啊 是 张狼狼后来回忆说 他第一次见到玉罗克 是在1968年11月 当时玉方调号 正好把他调到了 玉罗克所在的那间牢房 嗯 张狼狼说 牢房里多数人愁眉苦脸 只有玉罗克笑眯眯的 玉罗克还向他自我介绍 说 我叫玉罗克 姓玉 鱼公鱼山的鱼字 去掉下面的新字 加个走织 罗霄山脉的罗 克服困难的克字 说完 微微一笑 他还是那么幽默 是 张狼狼说 他给我一个很特别的第一印象 我佩服在这种地方还会微笑 还有幽默感的人 虽然他微拖着背 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 头发有些过躁秃顶 不过总的印象还是个书生模样 后来张狼狼发现 玉罗克在监狱里不但保持着平和的心态 还没忘了学习 他向张狼狼讲述世界电影现状 专业术语运用自如 当时张狼狼还以为他是电影界人士 后来才知道 那是他刚刚从另一间牢房的御友那里学来的 他给张狼狼讲 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复习刚学到的知识 他真的很会利用时间 是 不过玉罗克也很愿意花时间帮助别人 他做起了育友的义务法律顾问 是吗 是 他常常帮助他们写申诉信 分析案情 反驳起诉书 告诉他们审讯程序 教他们对付预审员的诱供逼供的招数 玉罗克的沉着冷静和成熟 让张狼狼非常佩服 他说 这往往使我觉得无法理解 他是一个猎人般的细心观察者 而我们那时还是两眼一抹黑的学生 是啊 有一次呢 张狼狼问玉罗克 你为一篇文章栽进来 值吗 玉罗克回答 值啊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 没人能发出声音来 现在有这个机会 那我就喊得声大点 喊得声大肯定会付出代价 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值了 看来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生命的准备了 是 玉罗克原先被判的是15年 后来突然改判为死刑 他在1968年第一次被判死刑 但是没有马上执行 为什么没有执行呢 你听着啊 因为他出其不意的表示 要交代自己参加516事件的问题 他交代了吗 没有 实际上这个就是他刚才教育友们 那个延缓生命的方法 最后所谓的交代问题不了了之 但是呢 他多活了将近两年 哦 他是在拖延时间 他挺有智慧的 是 其实玉罗克被捕不久以后呢 中共当局就下达过第一次处决令 解读晚年周恩来的作者曾经披露 吴德的儿子亲口告诉他 下令杀害玉罗克的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说 这样的人不杀 杀谁 周恩来真是个两面人哪 就是 张朗朗后来就说 一打三反是文革中最严厉的镇压运动 当时被判死刑的全都是思想犯 而且这些人不是就地枪决就完了 是先拉出去游斗示众 他们每天被批斗三四场 本来是警察把这些人 一个个往敞篷大卡车上抬 后来省事了 找两个壮点的警察 把他们像生猪一样 砰的一声扔上去就完了 真够残忍的 就是 1970年3月5号 张朗朗听到隔壁牢房里 一个个育友被拖出去 他也听到了玉罗克最后呃的一声 那是他的脖子被细绳勒住的自然反应 哎 那一天 北京工人体育场挤满了十万围观的人 玉罗克的母亲也被单位领导强迫参加审判大会 那是个恐怖的场面 十来万人高举着毛泽东语录 像血色浪潮一样发出阵阵口号声 19名犯人胸前挂着牌子 男的还剔着光头 五花大绑的被警察压着 推到主席台下的跑道上 主持人宣判 玉罗克大造反革命舆论 思想反动透顶 组织反革命小集团 现宣布判处死刑 警察把玉罗克往前推两步 拉住套在脖子上的绳索 强迫他抬头示众 然后再把他压下去 玉罗克坚决不低头 结果头部遭到警察拳头的猛砸 主持人宣布 绑复刑场执行枪决 这之后 九十多名警察拼命把十九个人按倒跪在地上 有的人当场就下昏了 这之后 十九个人被脱离体育场 玉罗克昂着头拼命挣扎 他那双带着铁料的脚不肯移动 他在用他有限的生命做最后的抗争 他真做到了至死不渝啊 玉罗克遇害的第二天 北京街头出现了为玉罗克烈士报仇的标语 据说在行刑前 玉罗克和育友们举办了一个特殊的晚会 他们在牢房里唱着自己喜欢的歌 相互鼓励 用歌声做最后的道别 玉罗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还没有忘记安慰父母 鼓励弟弟妹妹和朋友 他为他们留下了两首诗 你能不能念念这两首诗啊 行 我念一下 第一首诗 七诀 赠有人 功读渐勇 守足情 一夜艰难 赖众鹰 未必清明 声撞鬼 乾坤特众 我投轻 第二首诗是五律 神舟火似图 炼狱论何足 一举精庸誓 奇闻溃烂书 山河天豪壮 风雨更歌枯 唯念朱伯仲 施发一短呼 好壮烈啊 据玉罗克的妹妹 玉罗锦回忆 玉罗克死后 他的眼角膜被中共偷偷的移植 给了一名劳动模范 而他身上的其他器官 也被强行摘走 送给了其他病人 多年以后 中共的一个部门建议 追认玉罗克为中共党员 遭到玉罗克母亲的拒绝 亲爱的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出身论训道者 玉罗克的故事 今天就全部讲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 今天的人物百家 就为您讲述到这里 从下期节目开始 我们将为您讲述 陨落的红色演讲家 取笑的故事 欢迎您到时收听 好的 听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